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过去减负的工作搞了很多 但是往往都是学校内是减负 但是学校外是增负 那么这种怪圈究竟会不会打破呢 那么最近全国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 包括厦门都在推行一项减负工作 那么这一次的减负是针对要规范和整治 校外的各种教育培训机构 那么这个措施是不是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呢 效果究竟会怎样 我们今天讨论一下 在直播当中你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机会获得门窗幕墙五金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首先了解一下话题的背景 根据市教育局等四部门公布的方案 我是将在今年年底之前 严格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问题 同时对培训机构超纲教学 提前教学强化硬士等问题 进行坚决的纠正和查处 相关部门表示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 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 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 并向社会公布 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 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 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句话 这次的减负工作是一个专项的整治工作 就是针对校外的教育培训机构 有人说这次是不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牛鼻子 我认为是不是 我们知道减负它就是一个老话题 应该说社会各界都知识 我们常说它是叫做常说常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新中国建国近70年 国家层面上就已经发布了九道减负令 那么地方层面就更多了 多达一百多道 但是我们说屡说屡在 又是甚至现在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 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 还是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跟这个教育的发展的不充分 不平衡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 那么虽然国家也在加大着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 但是呢这跟这个民众这个追优的这个需求来说呢 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个所以说呢 它始终呢优质的教育资源 它属于稀缺的 是不平衡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应该说对这个校外的培训机构呢 来进行诊治 它的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在规范市场 然后有序的竞争 应该说呢跟这个减负的牛鼻子 还是相距甚远的 有人也有这样一种声音 就认为说这次好像主要瞄准的是 校外的教育培训机构 有人就开玩笑说 这个好像不能说是减负的一个症结所在 好像是专检软柿子捏 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应该是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 就是说牛鼻子真不是在校外培训机构 负担的牛鼻子 但是呢通过这样的规范的整顿 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 他对于我们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把那个移龙砸混的现象可以清理 这个是有利于 有必要 这个课外培训机构健康成长的 这是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学生过重课外 课业负担的根源啊 除了刚才陈老师说到的这个优质教育的七切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几点 一个就是我们各级各类的教育评价 给学校老师孩子带来的这种负担 以及这种激烈的升学竞争 这个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用人体制 以及社会对人才的一些基本要求 都是希望你出生名门 包括我们传统文化 学优责士这种还长期的影响着 我们所有的人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还普遍的 就激功激励的这种焦虑心理啊 也在孩子的培养上呢 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 所以导致负担永远都解不下来 比如说这个大的背景都没变 你搞这个校外培训机构 好像已经是打偏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我们喊减负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是减时间 五点半你必须放学 派专员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去盯着 看哪间窗户亮了 第二天就区域内通报批评 第二个呢减轻作业量 作业量呢看每一科作业多少 你超过了时间 学生有权可以不做 我们这个政策这种措施 已经推行了几年 好了现在学生放学以后 家长没有下班 或者说学生做一科业买业负担 他还有一天余力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校外机构应运而生 甚至于说有的学生 就在校外机构当中 尝到了甜头 一推广 然后以后他就成为 这个校外机构招生的广告 大家看到他成功了 是不是我也可以成功 所以我想在这个里面 单纯的说用整治校外机构 来减轻学生负担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 不是一个必然的挂钩的行为 我倒是有另外一点担心 当我们去整顿校外机构的时候 你整顿他的资质 不和资质是合理的 但是你去整顿他的教学内容 这个我是存疑的 第二个呢 那么你整顿校外机构 他没有的资料 那学生放学以后 特别是小学生 三点五十放学以后 没有那么多的班居收留他 是不是把这个负担 反而转嫁给在校的老师 如果在校的老师 因为这个整治而无形中 加重了教学负担 那我想说 恐怕要第二波的TV头 来讨论这个话题了 这一次呢 相关的这个教育减负的工作 一方面是专项整治校园之外的 一些教育补习机构 同时呢 对校园当中教师的一些 教学具体的细节 也做出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 我们来了解一下 根据通知 今后教师的备课上课 布置批改作业等行为 将得到严格规范 不准随意增减课程课时 严禁在职教师举办 或参与社会各类收费培训和补习班 也严禁在职教师 参与各种形式的有偿家教 学生教辅用书也将严格按照学段 一科一辅的要求 学校也不准举办重点班 提高班实验班等等 教育部门表示 将多举措遏制校内减负 校外增负的问题 让义务教育回归到 良好的教育生态 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减负增效的目标 这个是针对学校内部教师的一些教育的一些细节做出了明确的一些规定 尽管说这次说好像很多人表示似乎没有抓到问题的牛鼻子 但是对减负可能短期内还是有一些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 这个反弹是不是早晚也会再次的出现 黄校长你看 刚才我们李老师也说到 确确实是因为没有抓到牛鼻子 负担的根源的因素根本没有减轻 而且从现在来说 某些方面还是越演越烈 比如说对教育评价 这个以生学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 大家都感受得到 那么讲到这里 我们可能也要另一个角度的分析 对于负担 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什么是负担 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现在用简单的一种方式来减轻所谓的学生过重科学负担 它往往是得不赏失的 所以用这种运动式的治理 也往往就是导致它的每一次治理 每一次反弹 因为没有解决根本性的原因 而根本性的原因一直都存在 用人还是强调出身名门 谁的学历高 谁的待遇就高 整个社会的机制还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这种问题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任何一个学校教育资料提高 它一定是要学生跟老师付出成本的 也就是没有负担的教育资料 也是不可靠的资料 可以这样说 一定是有相应的负担 相应的付出才能有相应的收获 一份更衣 一定是这样子 有人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观点 认识说所谓的这种负担是一个伪命题 就是实际上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负担 能够概括了这种现象的 它实际上更像是一种竞争 可能是过度的一点竞争 甚至是比较残酷的竞争 那你是把一个比较正常 或者残酷的竞争 当作是一个过重的负担 似乎也说的不是特别准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互动平台上 一些观众的说法 一位说中国为什么 没有再次出现 钱学森这样的人才 这是教育部门要反思的 这是很平大的一个问题 还一位说只有改变教育方式和体制 改变社会用功环境 改变家庭教育理念和模式 才有可能达到减负的要求 再一位说现在孩子都在拼教育 很难减负 小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报学习班 再一位监管部门整治 是有利于学生和家长的 望子成龙不吸血本 是校外补课高烧不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欢迎大家也继续发送自己的看法 你有机会获得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说到 这个减负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教育问题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说 它也是一个市场经济问题 就为什么市场上这种 所谓的校外补习机构 如此火爆 而且长期火爆 就是需求特别旺盛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 但是你要承认 这里面也有很多是很理性的成分 有理性的成分 就是有它的所谓合理的性在里头的 有些人说是 这是反映出整个社会家长的一种 不切合实际 或者是非理性的一种焦虑 焦虑这个词 能够简单概括这个问题吗 能能能 太能了 太能了 我就是现在面临焦虑的中考生家长之一 我觉得我能够代表一部分家长的心声 我举一部综艺节目 就是极限挑战 极限挑战的时候 黄博曾经拿着大喇叭来到一个学校 问了六个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父母有没有让你参加补习机构 还有一个你父母有没有提出来出国 那还有一个娱乐节目 爸爸去哪 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黄磊的女儿黄多多 已经很小的时候 就在看英文的原版书 我相信很多家长 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不得不焦虑 也就是说人家 富二代 新二代 他已经就是你认为他已经占有了很强的资源 他还这么用功努力 那么你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你有什么不努力的方式呢 那么努力的方式就是什么 那就是多学呀 多学多战多用啊 只能这样了 那么多学一个课内满足不了 那我去哪儿学呢 我帮不了他 他自己也帮不了 我去哪儿呢 只好去普通机构了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带有这样的心情的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呢 将来在社会上的时候呢 输掉 所以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今天用最大的苦是为了将来我多一份选择 无非就是这样 所以我同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不要夸大负担那个词 可能就是将来 你现在觉得负担重 我为此吃了苦 但是你将来真的就是为你的选择多一条路 你永远不知道 你今天的努力为将来打开一扇 怎样的窗 不过我们这么说的时候 会不会很多的学生家长表示强烈的不认同 说你们这站着说好不要 我觉得好吧 就说家长的博弈呢 其实应该体现在 不是这个焦虑 其实体现在家长和家长的博弈 我们用博弈这个词更好 为什么呢 它体现在这么两个方面 一个是家长 比如说我跟他之间 其实我们信息是不对称的 我如果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的孩子在读什么 那么这种信息不对称 或者说即便信息对称 他告诉我以后 我也是不太信任的 他告诉我说 我的孩子是没有上补习机构的 其实我要表示一个怀疑 可能我觉得他会不会告诉我一个假消息 实际上可能他的孩子 就在上着某种培训机构 这是一种情况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关系非常好 然后他每次见我 他都告诉我 我的孩子上了某个补习机构了 这个补习机构老师特别的棒 那么这个过程中 不知道是因为炫耀 还是说真的因为很好 那么他这种信息传过来的时候 就会让我本来淡定的心 就没有办法淡定了 我一看到他的孩子 去了以后 原来他可能曾经 假如我们是同班的 可能还在我孩子后面 那么现在看着他 我就担心了 我孩子如果是前十名 下一次他冲上来 我孩子就要掉到二十名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家长 还有包括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我们学生 也会不断地回到家里来 告诉家长 我们班今天谁又补习了 明天谁又补习了 让家长没有办法 来用淡定的眼神 来看这种补习机构 所以就导致了 现在的全民补习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都补习 这样孩子才能够彻底地减肤 而且全民补习的背后 似乎有一种 所谓不理性的一些情绪在里头 但是要承认 在不理性情绪的背后 有非常坚实的理性的一种社会判断和选择 你要是不承认那个理性存在的话 这个热潮是不可能持久的 对吧 另外刚才李老师提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有助 有必要讨论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对这个校外补习机构的具体的课程内容和设置 不应该过于干涉 比方说所谓的什么超纲教学 提前教学 强化硬士等等 等于说是人家提供的一种个性化产品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不选择 没谁强迫你一定要去学 这个校长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一个首先说 提出在一个管理要求 对于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来说 它本身就很难操作 很难实现 说不好听的话 我们这么多的公立学校 它要去管到这个课堂里面都非常困难 就我一个校长 我要管到每一个教室的课堂干什么 说实在是很困难的 很难的 那何况说我们补习机构 它上什么内容 我们用什么方式监督它 你监督不到的话 这话就白说了 而且你也监督不了 你没有那个时间 你也无法派出那么多的细节 来深入到它的每个课堂里面 所以它要超前学习 它要强化学习 是家长的一种选择 是升学竞争的必然要求 要不让我花这么多钱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我就希望赢 或者是一种市场的自然的选择 如果是不适合市场需要的话 自然被淘汰掉 所以我觉得刚才黄小岛说的 我不是因为我监管不了 我就觉得这个命令无效果 我恰恰觉得没有必要监管到这么细 比方说超前教学 可能大概是针对现在的小生初 或者是初生高之间的过度教学 我把内容提前学 每个寒暑假的时候 我都把下学期的教材提前学 那么对于有一些资质或者说领悟能力 不是很强的孩子来说 他需不需要这样的呢 我想很多学霸在讲到教育经验的时候 在讲到学习经验成功经验的时候 80%的学霸都会讲到说 我做好了预习 那这个预习很多的就是 扩号提前学习 对 所以你在这个出台政策的时候 对补习机构这个太过细的要求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在出台相关的一些监管文件的时候 要考虑到 同样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就是你的所谓行政监管的手 不要伸得太长 那个属于市场的范围 如果你伸得很长的话 就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了 抓大方向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2马上回答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我们今天说到的教育减负的话题 涉及到要对校外的教育培训机构 进行一次集中规范的一个整治 那么这次是不是抓到了 减负的牛鼻子呢 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发送进来 有机会获得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在上个月的25号 教育部门在广州 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前期对全国范围内 校外补习机构的一个摸牌的情况 来了解一下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 在前期摸牌的近13万培训机构当中 开展学科类培训超纲教学 提前教学强化硬式的机构 有7413所 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 并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机构 有1105所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把违规培训行为 转为地下或化整为零 一些地方对在职教师 校外私下补课的行为查处不利 校外培训热还没有真正退烧 因此教育部接下来要研究新的举措 解决校外培训机构产生的一些新问题 彻底堵上违规校外培训机构 死灰复燃的制度漏洞 另外教育部还要求各地 要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合理确定课后服务的时间和内容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财政补贴 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贷收费等方式 筹措经费 普遍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据说在上海广州 还有杭州这样一些地方 就是把一些校外的优质的 规范的一些补习机构 引入到校园当中 给学生提供一些比较优质的 课后的一些服务 这个做法合理不合理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先讲几个理论 首先一个理论 就是国外的专家 把这个学校教育称为什么呢 叫做水龙头理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水龙头打开 每个孩子都会获得均等的教育 另外还提出一个叫做 夏季损失理论 它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城乡之间 或者孩子之间 因为你的家庭的背景 或者你家庭的一些资本 等等的因素 甚至包括家庭 这个父母对孩子的 要求的不一样 会导致孩子呢 他们重点研究什么呢 孩子主要是在放学以后 包括节假日和寒暑假 以及他在学校期间的学业 结果发现呢 这个孩子实际上呢 如果把寒暑假充分地利用了 比如说我到一些 高端的机构去培训 然后呢 还有把平时的时间也都抓起来的话 这个孩子在学业上 他确实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减负呢 应该说啊 我刚才讲了 国家层面上有九道减负令 而这九道减负令里边呢 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小学生 比如说一二年级的学生 让他们三点五十就离开了学校 刚才李老师也讲了 离开了之后 很多的家长还在上班 那么在这个家长六点回到家 到这个三点五到四点这两个小时 你说孩子怎么办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是这个减负令呢 导致了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水龙头啊 这个学校的水龙头是传递不了到他那的 因为他三点五十就离开学校了 包括我们初中学生也是这样 五点半之后你是不能留在学校 那么实际上呢 也让孩子更少地接受到了 这个学校的水龙头教育 而更多地把这个教育转嫁给谁了呢 转嫁给了家庭和转嫁了社会 所以才导致现在我们发现 教育学校教育在弱化 一方面我们不断不断在减负的 最后呢 是学校教育更加的强势 所以说呢 其实国家层面上估计也是 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像厦门他就要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要在一些小学试点 试点呢 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四点中学校吧 应该说呢 在这个四点中学校里边呢 他应该是一方面更多的 就是学生不再是上课 而应该是一些做作业啊 或者一些活动 甚至包括一些社团活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他更多的是希望的 学校的老师 以及一些比如说少年工啊 这些专业的老师 那么至于能不能让优质的 这些课外辅导机构进来 我觉得也可以去探讨 那么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等于说是用国家买单的方式 把校外社会上的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 购买到学校当中来满足学生 或者是家长的一些需要 是的 我们厦门最近有在提供在一个文件的草案 我有看到过一些 我觉得厦门的几个理念非常好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客户服务 它是由主要由西药服务的家长来买单 第二个呢 它是引起社会培训机构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工 以及学校的老师都可以在共同参议 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发挥了学校的公共场所的这种职能 我们放学后 学校开着 关着也是关着 这时候学生留在学校里面 教师 资源 场地都可以拿来使用 这是最大成本的降低 那也使得我们家长能复担得起 按照他们初步预算 一个家长只要出10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了 这跟课外补习机构的培训分比起来 应该说低了很多 效果很好 家长很放心 我觉得这是可以尝试的 相比较老 两位老师从站在理论的高度上呢 我更关心的是哪些内容可以让孩子想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会学什么课程 我觉得我比较赞同陈老师刚才提到的观点 学生分层ABCD层次的时候 我学业上有困难 那么我们就来参加这个文化课的补习 如果我是要小提琴的 那我们就参加小提琴班 刚才一位场外的观众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当中 出现不了前学生这样的科学家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当中 过多的强调的是均衡 对学生也说各科要平均 而你走向社会就会发现说 社会其实用两种人才 一种是用其所长 一种可能是用平均人才 那么更多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当中 特别是九年一五制教育 强调的更多的呢 还是要各科的均衡 不能有长短脚 你这科弱的话 你要赶紧去补 可是到我们反而 这些学生呢 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他的弱势群和上 那高的那个 他所长的东西 反而就消失带前 这也是个损失 但是话说回来 比方说像 钱学森那种培养的任务 并不是我们在 一五教育阶段 应该去考虑 但是他是一个苗头啊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 教育均衡基础打好 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 校外课外时间 不是我科内教学 我科内教学并不影响 我们前一阶段 有一个考生 他就是考到了 被美国的好几所大学 取得了凹火 他就是他小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拆拆拆零件 然后进入到中学以后 他接触到了信息老师 物理老师 所有的老师都很支持他 以至于他发挥所长 可是他的高考分数 真的就是说 他的中考分数 高考分数 平时的班年段排名 真的并不是很高 不是特别高 这是他的所长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当中 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方向 所以说不要说 我们现在的教育 不出这个前学生 现在小前学生 已经在你们那地方出来了 所以美国的大学 已经入取了 是的 他有一个好几岁学校 比如说涉及到 这种教育的均衡 或者是教育资源的 配置的基本功能 这恐怕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如果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